所以立法院應該立刻召開公聽會 或是召開什麼樣的這個 在立法院的會議期開始之後 就要對這件事情 讓疫情指揮中心 從指揮官阿中開始 到其他的人都要針對你調查 新北市衛生局的這個報告 要有一個具體的結果 各位觀眾 在一個民主透明的國家裡面 侯友宜的那一套是沒有用的 今天疫情指揮中心的 這個重啟調查的動作非常重要 而這個重要要我們的制度有 立法院的監督 我們的第四權的民主透明裡面 有人民的公道的力量 我們現在繼續請教這個恩爸爸的事 恩爸爸昨天呢 你又比對相關的資訊 而有吹哨者告訴你說 許副局長 也就是新北市衛生局的副局長 許曉辰先生 他呢 這個在一封簡訊裡面呢 強調擔心病人延誤就醫治療在發生 要求當院內人有專責空床 使衛生局人員請求救治時 不要拒絕 你透過這樣的一個 簡訊呢 來這個解讀的密碼 就是新北市衛生局的不管是副局長或是局長早就知道恩恩是一個延誤案 而這個透露給你簡訊的人呢 他告訴你的是許曉辰的這封訊息是4月17號就傳送給新北市的醫院嗎 你幫我們說明一下詳細的情況好嗎 對 我很感謝這位吹哨者 他是一位醫生 他告訴我因為看到恩恩的事情 他回想到這封簡訊 那所以他把這封簡訊提供給我 確認 那我看到一樣就是他強調是4月17號 許副局長發給新北市轄下各大醫院的院長 那內容就是如大家看到這個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4月17號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點 這所有時間點都對起來 包含消防局的李主任告訴我4月17號新北市成立的防疫派遣公司在在消防局9樓 那衛生局在4月17號也發了這個簡訊給各大醫院院長 所以其實整個新北市政府他們內部調查報告 應該在4月17號就完成 也知道他們犯下滔天大罪 他們延誤了恩恩的就醫 好 那今天新北市的衛生局的副局長 由自己他是做了一個影片作為回應 我們來這個播給大家看 然後等一下恩恩爸爸再來告訴我們 而且恩恩爸爸今天還有一個用數據的方式請教陳任秋局長 你當時究竟在忙什麼 4月14號這一天就算確診的是1萬多個人 但是隔離的疫調的是1萬多個人 確診的才360個人 用數據證明其實那天的中和衛生所 根本就不是那麼忙碌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一個比對 先看今天的許朝成他是怎麼說的 從去年到現在的整個防疫過程中 我們對醫療體系的病床的徵用跟準備的工作 我的語意從來都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也要求也拜託我們所有的急救責任醫院長們 一起暢通在醫療體系救治病人的過程中 任何一個環節不要讓任何可能發生的 延誤救治病人的情形有可能發生 第二個是我們跟急救責任醫院院長的交流內容 也強調因應疫情海嘯即將到來 新北市我們率先啟動了居家照護 對保全醫療量能的重要性 當然也提醒醫院要做好徵用病床的準備 我們也謝謝也希望醫院能夠齊心 確保醫療體系不要崩潰 他今天的回應你怎麼解讀 我終於看到新北市有一個比較像人一樣的官員 其實他沒有否認檢訊的內容 他完全承認了 也證明了本來的確是在4月17日 4月14日是延誤救醫的 然後再從裡面的訊息看到 那幾天他們統計平均需要確診救醫的人 是6.5% 所以我算了一下 那幾天都是最多可能就是360、370、380 那以4月14日到當天 360去乘以6.5% 你也只需要24個不到的救醫的病患 你新北市是29個區 平均一個區你分配不到一個人 我綜合區假設我人口比較多 那我給你三個人 你三個人你既然有辦法完全失聯 然後完全讓消防局找不到衛生局嗎 這我們不能理解 第二個 綜合衛生所找不到人 你新北市衛生局有700個人 700個人你既然分配不出人員去處理 確診病患的就業需求 你也讓消防局找不到你30分鐘 這是到底 衛生局你從頭到尾都沒有給一個合理的數據解釋 我今天只要簡單的計算你的能力百分比 我都可以知道說你當下你到底忙或不忙 你躲了一個月包含你們今天又再一次說明 大家都很忙 你們很忙你們到底能不能跳出你們的出行打卡記錄 相關案件Case數量 你用數據來說話 對 安安爸爸自己學的就是大學的時候成大機械工程 然後這個碩士士清華的系統工程 所以他對於這個科學數據的這種質疑 其實新北市衛生局今天是啞口無言的 要請教冠廷 剛才這個安安爸爸講了兩句讓人非常有揪心的話 就是第一 指揮中心的國家公權力終於啟動了 那第二就是新北市的官員裡終於有一個有良心的人 講人話的人叫衛生局的副局長 那第一個就是指揮中心的今天這個啟動 新北市衛生局立即有回應 因為記者一定會去問他 他就說我們會給相關報告 好 你給相關報告 那你給的周不周全 現在因為跟指揮中心有關 國會可以開始介入了 新北市由國民黨主黨的那個議會 以及侯友宜所這個建立出來的一個什麼什麼自保的城牆 已經不足以擋住這些資訊了 但是剛才恩爸爸所說的那個簡訊跟這個數據 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天只有一句話叫做可以了解家屬的感受 到現在他大概在瞭解家屬的感受 是 寇姐其實今天恩恩爸 他在臉書上面揭露這一封簡訊 許副局長衛生局許副局長的簡訊非常的關鍵 這封簡訊他透露出一個最關鍵的事情是 新北市政府尤其侯友宜市長團隊 你們不要以為揪出了一個吹哨者沒事 你們告了一個吹哨者沒事 還會有千千萬萬個吹哨者 對 今天許副局長這個簡訊這個聲明 講了幾件事情 我們看這個畫面上面寫得很清楚 第一件事情 是第一段他告訴大家 這些轄下的院方的院長 謝謝大家幫忙 下一句話是關鍵 他說我們真的擔心病人延誤就醫治療 再發生 關鍵是這個再治 他發用簡訊的時候是4月17號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這麼重要 剛恩爸有稍微講一下 我再幫他補充 4月14號恩恩送到醫院 有沒有延誤這件事情 社會大眾在聽到這些錄音 看到這些數字 81分鐘等待就物這時間 我相信心中有把尺 就是有延誤嘛 但是延誤的這件事情 新北市政府到現在沒有承認 經由衛生局副局長 傳給所有轄下這些院長 告訴大家 延誤就醫治療 不要再發生 在4月17這一天 這證明什麼事情 證明他們承認 確實有延誤 而我要再講另外一個時間點 大家不要忘了 4月16 也就是這一位副局長 傳訊息的前一天 就是侯友宜市長 跟恩恩的爸爸 通上電話的那一天 對 通完電話的隔天 發生了什麼事 防疫派遣中心 9樓 在消防局9樓成立了 消防局成立了這個派遣中心 衛生局的副局長 傳給轄下所有院方 告訴大家 我們不要讓延誤就醫治療 再發生 你可以告訴我沒有延誤嗎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在他倒數第二段提到的 他提到 我們請衛生局請求這些院方 在收治病人的時候 醫院不要拒絕 寇姐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比對當時雜誌所揭露的這個錄音 是不是有一句關鍵的話 關鍵的話就是消防局隊員說 雙兒醫院今天無法收治病患 這句話大家一直有個問號嘛 因為雙兒醫院經過後來大家的查證跟追查 已經確實在恩恩送到雙兒醫院的當下 雙兒醫院第一個有空床 第二個當天有收COVID-19的病患至少六名 為什麼當下消防局他們接到的訊息是 你不能收治 哇這也證實了 他告訴這些院方 你們不能到時候要求收治病人的時候 請醫院不要拒絕 那當時是誰要求這些醫院 要重研 而導致最後確實有 拒絕跟消防局的隊員 認知到我不能送去的情形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恩恩爸爸剛才講 這個關鍵的數字 根據許副局長的簡訊裡面講得很明確 每天送醫的比例是6.5% 也就是100個患者有6.5個需要去送醫 這證明了什麼 當天整個新北市360名的確診者 需要送醫的不到24位 以整個衛生局的同仁 我們還不要講資源的人員 700人來說 他的處理量能不應該不夠 這是第三點 今天我們在場 我們一起 Kayla 看一下 我們gehen 努力 的 我們 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